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兔哥的绝脱城堡 这次要介绍的是电子龙牌组 距离上次介绍这副牌组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经过了卡表更新 以及新套牌的增强 这副牌组的玩法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今天就来介绍这副被卡表关照很多次 却还拥有实战能力的牌组吧 首先是电子龙牌组的优点 他们依旧有着很强势的进攻能力 可以在单一回合打出大量伤害 分出胜负 另外在新加入了本家超量怪兽之后 牌组的续航力也进一步提升了 接着是电子龙的缺点 老样子 他们还是很不擅长持久战 如果遇上拖时间的手坑就会很棘手 另外目前有许多重要的本家卡牌被限制 难以重返巅峰时期的水准 接着是牌组构成的环节 主要的核心卡牌有以下这些 目前电子龙的额外牌组算是有蛮多选择的 不过这两只是一定会放的 毕竟上一部电子龙牌组介绍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所以会再次为他们做单卡介绍 首先是这副牌组最重要的怪兽 电子龙 除了抽中后攻时会很实用的特招能力之外 也能够最灵活地配合其他队友的效果 因为他不管在哪都是电子龙 接着是电子龙合 他第一部分的效果使得我们多数情况都会把通照点给他 是情况来检索人工脑溢出 或是电子复合融合 我们较不常使用他的第二部分效果 毕竟电子龙牌组通常都会在三回合之内分出胜负 以上两种效果在一回合只能使用其中一种一次 最后一部分效果则是多数电子龙怪兽都会有的效果 总而言之又是一个对文章兽以及因果切断很有善的效果 后面的电子龙怪兽都有这个效果 我就不重复赘述了 接着是电子龙四世 我们直接看到他的效果2 这是非常不错的特照效果 可以轻松的上场帮忙凑素材 不论是超量素材或是融合素材 甚至是人工脑溢出的代价 非常好用 效果3则是有点尴尬的打点提升效果 毕竟只有电子龙会上升 但是作为主力的暴走龙和猩猩都不会上升 最后一只下怪是这张电子龙次贷 它是本次套牌推出的新卡 效果2是很不错的特照效果 舍弃手牌的电子龙特殊召唤上场后 稍后能用效果3在特照目的的电子龙上场 效果3除了与效果2的搭配之外 也可以记一下哪些怪兽也有2100这个攻守数值 像是守备力2100的电子双生龙 以及守备力同样是2100的电子灯塔 以及同样是本次新推出的电子龙猩猩 它的攻击力2100 接着来到额外牌组大怪的部分 首先是奇美拉聚合暴走龙 它的效果1是非常优秀的拆后台能力 可以尽数破坏对方的后台 如果陷恶卡有带电子复合融合的话 也可以在对方盖下后台的当个回合 进行二速的融合召唤 让那些后台连发动的机会都没有 效果2简单来说就是一回合最多可以打三下 所以也奠定了这副牌组能够快攻取胜的基础 接着是本次套牌的封面怪兽 电子龙猩猩 通常来说都是拉2100的奈芝或是次带 效果2可以瞬间获得高额打点 足以一级拿下胜利 和暴走龙的多次攻击相比 都能打出高额伤害 但有着鲜明对比 效果3又是有点尴尬的效果了 虽然能够从额外牌组跳出强大的机械组融合怪兽 但对方总有办法让星星去不了目的 最后是这张虽然被陷恶但依然涌垂不朽的人工脑溢出 它的效果1是电子龙牌组常见的防守方式 也因为这个强势的效果 就算被陷恶了也至少要投入一张 效果2则是在当前气旋盛行的环境下非常好用 接着是选搭卡牌的环节 首先看到强力单卡 毕竟暴走龙拆后台的能力很强 基本上电子龙牌组过不去的坎 还是定场能力太强的大怪 所以会比较推荐月之书或是突破技能 接着是额外牌组的部分 这部分就非常的具有多样性了 首先会想到的当然是电子龙牌组本家的其他融合大怪 像是电子双生龙和电子终结龙 以及可以配合新兴的效果3登场的 各种强大的机械组融合怪兽 最后还要考虑R5的机械组超量怪兽 接着是其余配置的部分 首先要想到的是融合手段 可能有些人会把限额空间让一张给电子复合融合 也有人会直接带融合 接着也可以带机械复制术这张对机械族很友善的魔法卡 只要场上了融合或是次带 就可以利用这张魔法卡从牌组再特殊召唤两只电子龙上场 电子龙3世则是可以节省发动技能的次数 有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组出这样的牌组 接着是核心卡牌的获取管道 各位可以看一下 再来是未来展望的部分 电子龙的未来可以说是非常辉煌呀 首先是电子龙星 它看起来跟电子龙盒很像 它特殊召唤上场时等级会变为5 这样就可以配合超量召唤了 以及它送入墓地时 也可以从牌组或是墓地 检索一张电子龙 当然除了正常的电子龙之外 龙盒跟次带它们在墓地也是叫电子龙 接着是看了效果就知道不简单的电子龙无限 首先它可以叠在电子龙星星上面进行超量召唤 它身上的超量素材越多 打点就越高 而且一回合一次 可以抓一只表测攻击表示的怪兽来当自己的超量素材 同样是一回合一次 可以移除一个超量素材 无效卡牌效果一次 从各种意义来看 它的定场能力都比猩猩好上几百倍 最后是这张无限炮影 它在史卡界似乎是相当有名的陷阱卡 只要空场的话就能直接从手牌发动 堪称后宫超强干扰 它可以让一只怪兽效果无效 用的好可能就会让对方的运作直接停摆 接着是推荐技能的环节 首先最热门的当然是电子流进化 这个技能可以让电子龙跟R5机械族超量怪兽无缝接轨 让本身已经有许多陷恶卡的电子龙牌组又多了几分实战能力 虽然说还是难以和主流牌组抗衡 不过在技能跟卡表的双双削弱的前提下 还能拥有实战能力以示难能可贵 另外我个人要推荐召唤神 在开发电子龙的玩法时 我有配置这个技能 而且也打出了不错的成绩 接着是这副牌组的常见玩法 首先来介绍先攻布局 虽然说这样的防守还是有蛮多漏洞的 不过至少比空场还要好 首先以各种手段让场上充满电子龙 首先当然是优先把通照点给电子龙合 可以用它的效果1来检索人工脑溢出 另外手牌如果同时有电子龙次带跟电子龙的话 就可以用电子龙次带的效果2跟效果3 一次跳这两只上场 如果手牌有电子龙4式的话 也可以进一步特照上场 在把上面的事情都做完之后 接着来观察一下手牌的情况 如果手牌状况很差的话 做出电子龙星星可能会导致人工脑溢出发动不了 可以选择直接盖下强力后台 结束这回合 如果手牌还OK的话 那就发动电子流进化 当场上凑出两只等级5机械族怪兽后 超量召唤电子龙星星 不过老实说 我还没有在实战中靠着星星打赢过 最后就盖下强力后台 结束这回合 接着在对手回合有两个方面可以进行干扰 首先是运作面 在对方的关键动点发动人工脑溢出 或是其他类似效果之强力单卡 另外则是战斗面 如果对方想要战破电子龙星星 可以使用他的效果2 令对方撞墙 接着是抽中后攻时的情况 融合墙攻路线 虽然说能不能抽到融合魔法卡也是个问题 不过多场实战打下来 电子龙融合怪兽存在感还是远大于超量怪兽 首先在有办法上手融合魔法卡的前提下 再考虑打这个路线 初步的做法和先攻时差不多 就是先凑电子龙 不过电子龙合可以检索电子负荷融合 接着就发动融合魔法卡 因应所需的情势跳出不同的融合大怪 最有可能跳出来的就是奇美拉聚合爆走龙 他的打点虽然最低 但是效果最实用 效果1进场可以拆后台 效果2可以打三下 如果对方场上有倒走龙打点过不去的大怪的话 就可以跳电子双生龙 最后是电子终结龙 他有着4000的高打点又有穿防效果 最重要的是还有出场动画可以看 最后来看一些实战画面吧 就像前面所说的 我几乎都是靠融合怪兽拿下胜利的 这次终结束 are all heard of the played 最后要求此计刃 最后来看一些实战先 最后探索电子了 大怪兽拿下胜利的 最后她的不错 最后一个人打算 最后能受到芸菜 最后一条 最后不错 最后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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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